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紫又抓住了王炸剧,开播收视率第一,热度感超胡诸夫人。 众所周知,一位演员能够走红,除了自身的实力非常重要之外,还需要遇到好的,合适的剧本。 大部分艺人走红后,有了可挑剧本的实力跟底气,所以在选择剧本上,也总是可以抓住一些好的剧本。 这部,29岁的杨紫,又抓住了一部王炸剧了。杨紫走红后成王炸剧高产户。 提及杨紫,相信有不少人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,毕竟是大家从小看着长大的童星小姑娘。 进入少女时期后,杨紫也成了科班出身的演员,只不过前期因为颜值的关系,并没有很多人去关注到她的作品。 抛开了《家有儿女》这部电视剧,杨紫真正走红的时期,大概是在电视剧《欢乐颂》播出之后。 小有名气的她,后来成为了香蜜沉沉浸如霜的主演,并且一炮而红。 在那之后,杨紫更是成为了大家眼中的王炸剧的高产户。 香蜜沉沉浸如霜之后,杨紫的亲爱的,热爱的也十分火爆余生,请多指教因为种种原因没能顺利播出,可是却依旧是未播鲜活,话题度超级高。 从近几年的作品来看,杨紫的每一部剧都深得观众的喜欢,并且具备了热度跟口碑。 本身喜欢表演,也有实力,杨紫在演员这条路上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,走红后可以选择更加优秀的剧本,自然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更优秀的作品。 杨紫新剧《女心理师》成了王炸剧。有关注杨紫的观众朋友就知道,杨紫近期有一部剧正在热播中。 虽然说余生,请多指教这部作品没能够如约上线,可是《女心理师》的开播,也成功吸引了一波观众的目光。 从一个偶像女孩到一个女心理师,杨紫的角色变化也是比较大的。 在拍摄阶段时期,不少观众就对这部作品期待满满。 如今,这部作品如约而至,喜欢杨紫的观众跟粉丝自然也是得不亦乐乎。 那么,我们为什么说杨紫的这一部新剧《世王炸剧》呢? 其实,从收视率跟热度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 收视率排行第一。 一部作品开播之后,有流量,有热度,说明这部剧看的人有不少。 《女心理师》开播之后,在卫视上的收视率竟然排行第一,成了大多数观众都在观看的好剧。 收视率越高,说明看的观众越多,看的观众越多,说明这部电视剧就越吸引人。 刚刚开播就冲上了收视率榜的第一名,可见,杨紫的这部《女心理师》确实不错。 热度感超胡朱夫人。 在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中,杨幂的胡朱夫人一直都是排行榜的独一,并且还成为了11月份的爆款单品。 而杨紫《女心理师》的开播,却成功挑战了胡朱夫人的热度榜地位。 从当下的排行榜中,我们可以看到《女心理师》的名字,被高高挂在了热度榜第一的位置。 此前,一直排行《热度第一》的胡朱夫人也被挤到了第二。 不可否认《女心理师》这部作品的热度确实很火爆,杨紫的号召力也不是盖的。 一部作品能不能够成为王炸,能不能够成为爆款,其实,从数据上是很好说明的。 杨紫这一部刚刚开播的《女心理师》,不管是从收视率还是从热度榜的排名上来看,都稳妥妥地占据了冠军的宝座。 作为演员,杨紫的实力一直都是毋庸置疑的,她的哭戏也十分有感染力,诠释的每一个角色也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,所以《女心理师》能够成为王炸剧,观众也并不意外。 站在客观的角度上来说,《女心理师》开播后可以受到观众的喜爱,除了杨紫本人的演技之外,这部剧的剧本也很重要。 所以说演员走红选择剧本,演员确实会好一些,因为更加注重质量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